三个句子同样我们先来读一下 A就是在保护地球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B森林是大自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保护森林 C我觉得这张画主要是想告诉人们 好我们还是看每个句子可能对我们有帮助的那一部分 在哪我们来找一下 A呢看一下 就是在保护地球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那么这个句子很明显呢 它是一个什么句子呀 我们应该考虑它应该是一个这种结构的 A就是B A就是B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句型 在这个句子中B呢就是在这儿对吧 在保护地球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这就是B 然后A在哪呢 很明显这个句子是没有主语的 AG就不可能是第一位的 好继续看B句 森林 是什么什么一部分 保护森林 哦后边是什么 没了 那么保护森林后边是不是应该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也现在也没有办法就是说看它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这儿放一个问号 好看一下C 我觉得 后边这样的 这张画主要是想告诉人们 好 C句的主语位语我们如果不看 我们来看一下C句 宾语 因为宾语也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那么这张画是有诗主语 然后什么 告诉人们 告诉后边应该有一个双边语 对吧 告诉人们什么 那么应该告诉人们的是 A和B这个内容 所以C应该放在第一位 我觉得这张画想告诉人们什么呢 A和B 这两个句子刚才我们分析了 A它缺少的是一个主语 如果直接放在C句后边的话 这个句子还是完不成 还是缺成分的 好 那么它的句子的主语是什么呢 B句的最后保护森林后边是不是缺一点东西 我们来连一下看 保护森林就是保护地球保护家 这样A就是B 这个句子就完整了 所以BA这样的一个顺序 那么整个三个句子的排列顺序就是CBA 你明白了吗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CBA 你做对了吗 好 我们今天的实战练习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大家辛苦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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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